这坨嗨老被响尾蛇大大力咬上一口 瞬间就陷入了似死非死的状态 很快被两名祖传的老村医发现 用手指测试脉搏得知他已经抹了油 于是就送到了市中心的解破室 由于嗨老的尸体很有研究价值 颠牛决定用剪刀割开他性感的胸膛 然而这些话都被嗨老听得三清二楚 但想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西施决定今晚做一盘爆炒腰花 最好加点自然回香跟小米拉 吓得嗨老汗毛直直树立 心中有一万坨草泥马不断原地奔跑 随后祖传的亮山被剪刀一分为二 紧接着扒开性感的樱桃小嘴 检查看有眉香有金牙 再用九手相机拍下他死前的亮照 可两人只顾着弹琴又说爱的 完全没注意到嗨老瞳孔并未扩散 在评论区输入永远在你身边 就会触发神奇的特效哦 就在颠牛正要下刀之时 西施突然提醒说还没检查死者的伤口 这句话让嗨老生存几率大大的提升 此时他的脑细胞在不断加速碰爆 希望自己可以打通认多二脉 谁料颠牛赶着下班去吃宵夜 懒得检查直接给嗨老来个咸鱼翻身 下一秒掏出19几公分的碳热针 妥妥地刺入嗨老的身体里 三五分钟后颠牛拿起碳热针一看 上面显示温度是37度8 死人肯定是不可能会有温度的 但西施觉得 也许是刚才尸体被太阳晒得太久 所以有一点温度也实属正常 此时颠牛也等着回去玩过家家 于是拿出电动钢具就要下刀 关键时刻一坨捞头及几脚闯了进来 告诉两人嗨老有很大可能是假死 如果搁下去肯定会爆血浆的呢 然而西施觉得嗨老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让颠牛赶紧解剖完出去吃宵夜 原来就在三五个钟前 嗨老跟好基友去野外打高尔夫球 谁料却被一条路过的响尾蛇偷袭 当场就倒地不起没有了冰点动静 吓得好基友惊慌到了脚底 情急之下急忙呼喊请求支援 没想到却来了一坨不会走路的老村医 等他被几人用力抬过来之后 只见他用镜子放在嗨老鼻孔下方 接着将一仰指放在脖子处测试脉搏 确认嗨老已经失去最基本的呼吸 好基友根本无法相信这个节目 时间才过去不到三五分钟 人怎么可能死得这么快 他开始怀疑老村医是在忽悠人的 话印刚落老村医可生气了 表示自己见的死人比你吃的饭还多 用鼻子闻都知道嗨老肯定已经磨了 说完就转身几手几脚离开 就这样嗨老就被送到了解剖室 当亮妻得知嗨老抹油的消息 执疑要见丈夫最后一面 却被工作人员给妥妥挡住在门口 此时老头跟刁毛正负责处理嗨老的遗物 这里面有一根球杆价值上千万 于是老头就很顺手拿出来保安 谁料里面还藏着一条性感的响尾蛇 刁毛被咬两口后直接倒地不起 吓得老头不经意间打了两个尿阵 随后响尾蛇就做好了攻击准备 老头连忙抄起球杆先下手为强 就在他用尽洪荒之力用手一挥 却不小心打中了会发光的电灯 下一秒整个电梯都变得乌漆马飞的 这下真的很难发现响尾蛇的踪影 情急之下老头用球杆不停撬电梯门 可撬了三天四夜也毛有撬开来 就在他绝望的非常绝望之时 好在这时救援小分队姗姗来迟 医生马上检查被蛇咬伤的刁毛 发现他并没有死透彻 而是正处于假死的状态 这时老头才想起来解剖室的嗨老 他也是被同样的响尾蛇咬伤 大代率嗨老现在也正处在假死状态 于是他马上闪现到了解剖室 告诉了两人自己的猜想 半信半疑的西施上前重新检查时 发现嗨老被咬伤的伤口并没有肿胀 看来他真的大有可能是假死 医生马上将嗨老推入急诊室 经过了紧而有序的抢救之后 嗨老果然妥妥地复活了过来 他醒过来后一直死死盯着颠牛跟西施 真他喵得想将他们尖皮拆骨的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